男人掀起新娘衣服的一脚 轻轻吻上了新娘细腻的肌肤 新娘却猛然地推开男人 拿起一旁的粉扑 拼命拍打男人亲吻过的地方 刚穿却不嫌弃地拉着妻子就要动房 她是日本十分著名的文学作家 苦于自己没有写作的灵感 便和好友相约到中国最美的情怀和尚 寻找写作灵感 突然就在这时 一个女孩突然传入了两人的视野 剧烈的动作惹得船只开始晃动起来 好在朋友眼急手快抓住了对方 刚穿很快便被女孩的美貌抓住了视线 只需要一眼她便对女孩一见钟情 她想要打听女孩的下落 女孩却害羞地匆忙跑开 刚穿开始妄想想要跟女孩有美好的未来 于是紧跟在女孩的身后来到了怡春院 离进门 妈妈桑便不给刚穿任何开口的机会 拉着她就要跟游戏场上的女孩们玩游戏 她抓到谁 谁就跟她走 但刚穿显然对这些女孩们没有兴趣 她点名想要躲在角落中的女孩 妈妈桑拉着女孩就跟众人玩起了游戏 女孩不好意思地加入了这场游戏 众人一眼就看破了刚穿的心意 故意将女孩推到刚穿的怀中 冲撞力直接将刚穿撞倒在地 碰到了刚穿的头部 女孩羞涩地连忙起身 虽然刚穿按照规矩抓到了对方 可这个女孩却不能跟刚穿走 她与这里的女孩性质都不一样 金花是清白女子 为了给父亲还债 这才跑到这里向自己的姐姐借钱 为此刚穿也没有过多的抢求 而是继续旁敲侧击地打听着金花的想法 周围的朋友看出了刚穿的心意 故意找借口走开 给两人留下独处的空间 谁料刚穿再见到金花手里 拿着糖葫芦时 也不客气 直接伸手就去抢 金花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 两人当场嬉笑打闹了起来 为此跑遍了整个街道 金花的姐姐一眼就看出来 刚穿喜欢自己的妹妹 便开始有意撮合两人的关系 想着让金花嫁给对方 这样金花就可以收到众多的聘用 父亲的债务问题 就可以顺利得到解决 金花得知 可以让一家人过好后 当即同意了这份喜事 尽管她根本不懂 什么是结婚 只要能改变自己悲惨的现状 自己对对方有好感 她就可以无条件答应对方 很快 在妈妈桑的见证下 两人在竞香院举行了婚礼 婚礼当天 金花紧张地连干了几杯白酒 焦急等待着刚穿的到来 阴差阳错之下 两人成功结了婚 婚后生活更是十分的甜蜜心服 刚穿将金花当作心肝宝贝疼爱 就连金花洗澡等问题 刚穿都必须亲自安排 她很是心疼金花年轻时的遭遇 为了养活一家人 金花不得不舍弃一些人生追求 成为基督教徒 只有这样她 才能领到一些仅存的食物 以此来解决所有人的温饱问题 因此 她想用这种方式 弥补她的悲惨遭遇 教她学写字 体验被爱时的感受 然而这种幸福 即将在一份信件的到来 所彻底打破 你重婚 你重婚 嫉妒叫人不要重婚 你骗嫉妒 你骗我 金花发疯般地 朝着刚穿怒吼 她不敢置信地看着对方 她始终没有想到 这段爱情到头来 将会是一场泡沫 两人结婚不久 刚穿便将金花 当成孩子一样去照顾 金花不会写字 她就一笔一划叫对方读书写字 尽管自写得七扭八扭 刚穿也是极其地耐心教她 看着金花纯真的笑容 她写作的灵感 就源源不断 她不要求金花 为她做什么 只需要坐在她身边 就能源源不断地提供灵感 慢慢地刚穿 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坐在房间内 注视着金花的笑容 此刻的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十分幸福 可就在这时 船上细细的金花脚下一滑 直接跌进到了湖里 危机感顿时涌上心头 刚穿下意识地 起身跑去拯救金花 但她的头痛 却在这时犯了起来 等她赶到现场的时候 下人已经将金花 从水里救了上来 看着金花狼狈的样子 她忍不住当场训斥了起来 然而当她看到金花受凉 不断打喷嚏时 她又很不下心继续斥责 宁甘金花头上的帽子 重新帮她戴好 并且将她戴到火坑旁边暖身子 甚至愿意拿出自己的文章手稿 让她烧火 刚穿又气又心疼 希望这样的生活 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却不料朋友送来的一封信 让两人的生活 彻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刚穿日本的妻子 生下了一个儿子 得知消息的刚穿 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急忙跟自己的朋友 分享这件事情 可当金花听到这件事情后 愤怒了冲了上去 指责刚穿欺骗了自己 尽管如此 刚穿对于金花反常的行为 表示并不理解 在中国传统观的婚姻观中 丈夫可以拥有三七四千 她本以为 金花也会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不会在意这件事情 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金花会如此抵触这件事情 但是现如今 她已经没必要再继续纠结下去 因为这份信件上 不仅记录了妻子生儿子的消息 她的父亲因为一场意外 不幸离世 刚穿已经没有时间继续留在这里 离别前 她希望金花可以送自己一场 虽然金花十分抗拒 有关刚穿的一切 但她还是在两人离别前 出面一起送刚穿离开这里 火车上 金花还是对刚穿的事情 表达了不满 不愿意面对她 两人就这样阴差阳错分开了 自从刚穿离开中国之后 金花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自己的家乡还闹起了饥荒 他们一家人又一次遇到了 吃上炖没下炖的生活 看着清汤寡水的饭菜 金花心中忍不住担忧了起来 为了能让家里人吃上饭 金花被逼无奈之下 只好重新去到了一春院 妈妈桑让她重新装扮杰克 此时的金花这才明白 当初自己跟刚穿的那晚婚礼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婚 现在为了生计 她不得已也选择了重婚 这一刻 金花不再责怪刚穿 反而开始渴望她与刚穿的美好回忆 房间内 女人静静躺在床上 一直长满浓窗的手 解开了女人的衣物 女人猛然地睁开双眼 房间内顿时响起了恐怖的叫声 自从金花重新去到一春院后 她就染上了疾病 不得不被迫停止接客 以至于她没有了收入来源 不仅落魄的生活 没有得到改变 自己的身体日渐萧条 金花看着自己的身体 忍不住惆怅 她忍不住开始幻想 刚穿回来的身影 为了传达自己对对方的思念 她将这些想法 全部注入到了树叶中 将刚穿的名字 一笔一画地写在树叶上 并且将信封留地给刚穿 她想让刚穿回来陪陪自己 却又害怕害怕刚穿此时真的会在 因为她不想让刚穿看到 满是伤痕的自己 于是她找遍了整个药方 有人说吃带血的馒头 可以包之百病 金花便整日守护在处罚台附近 第一个冲进去 找血沾馒头吃 可尽管如此 金花的病不仅没有一丝恢复的迹象 而且变得愈发严重 身体忍不住 开始发生溃烂 病痛的折磨 让金花感染上了风寒 精神逐渐变得神经 金花整个人 已经变得狼狈不堪 就连自己都无法直视的身体 昔日的爱人 怎么能接受呢 她开始迫切希望 治好自己的病 幻想上帝心疼自己的遭遇 出手帮她治好了自己的病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外国男人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金花真的以为是上帝来拯救她 她没有任何反抗地将自己奉向了出去 第二天 金花身上的皮肤就变得光滑如初 身上的病状全部消失不见 她急忙要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刚川 却发现刚川已经重新回到了这里 金花紧紧抱着对方 生怕别人会离自己远去 随后 她就将自己遇到上帝的事情 告诉了对方 刚川一听就猜到 金花遇到了骗子 她找到了外国男人 好好惩罚了对方的态 金花在这一刻才彻底明白 自己身体上的症状 还没有得到恢复 她不想刚川看到自己如此狼狈的一面 开始排斥刚川与自己的亲近 但刚川并不这么认为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 她认清楚了自己与金花的爱情 她想要带金花离开这里 去到大城市 接受正规的治疗 朋友却建议对方 不要带金花离开这里 因为刚川根本没有能力 给金花稳定一生 刚川却坚持要带金花离开这里 她爱她 她虽然没办法给对方一个幸福生活 那她务必要对对方一个健康的身体 于是隔天 刚川就要拉着金花离开这里 马车上 金花依靠在刚川怀中 回忆着曾经甜蜜的过往 就在这时 前方的石头挡住了马车前进的道路 两人需要下车步行 去到火车站 两人就这样手拉着手 走在火车铁轨上 突然一阵风吹走了金花的帽子 她拼命地追赶了上去 谁料 脚下一滑 整个人都摔倒在铁轨上 从那之后 金花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 刚川抱着金花的尸体 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 原来 患病的这段时间 金花早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为了陪伴刚川的最后几天 她选择了 跟她一同去往日本 满足刚川最后的念想 金花的离开 给刚川的精神 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日思夜想的 都是金花的身影 最终因为思念过度 刚川吃下了药 追随爱人 一起离开了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